这是孙卓 学霸头衔名不虚传 听笔信荣登央视 谈度不凡或央视主题爆赞 定日孙海洋带着三小只 来到了湖北校感姥姥家 孙卓武一在社交平台晒出和孙卓孙悦的合影 孙卓也被迫营业当起了自拍感 忙着陪家里的长辈拍照 照片中孙卓的武一颜值很高 和彭斯英长相十分相似 难得看到孙卓正联照片 却被武一打上了马赛克 网友纷纷喊话 武一重发孙卓正联照 要知道孙卓过了18岁生日以后 已经变成了一个成年人 在姐姐孙悦阿妈彭斯英的作品中 早就用摘下来口罩 她的真实样子也早已深深印在卓粉的脑海里 武一可能出于好心 贴心的给孙卓打上马赛克 不过这样模糊的照片也难掩卓宝的帅气 尽管立家14年 孙卓回到姥姥家还是一个非常受人欢迎的孩子 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让人感觉到非常亲切 这一点从照片中就能看出 尽管照片被打上了马赛克 喜悦之情一颜言表 孙卓和孙悦陪着家人高高兴兴的拍照 孙卉也玩得不应悦呼 在武一家玩健身器械 断裂腹肌 孙海洋还在一旁当起了健身教练 爷俩开心到飞起 孙卓学霸头衔名不虚传 亲笔信荣登央视 贪图不烦或央视主持爆赞 随着热度不断上升 孙海洋一家在登央视 节目中央视主持 王小磊用孙卓写给人大代表的亲笔信为开提 亲自替孙卓读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一年幼时没有被拐的记忆 我一直以为买家夫妇就是我的亲生父母 得知亲生父亲竟找了我14年 吃了无数的苦流下了数不清的泪水 如今我们终于相认 但是地狱风格却不能相守 我想回到深圳以安慰他们14年的艰辛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 孙卓文比水平很高 能让样式主持亲自称赞 孙卓学霸头衔果然名不虚传 孙卓在知道这些年来爸妈找他的艰辛之后 懂事的他最终才会决定回到父母身边 然而有些孩子在寻找到亲生父母之后 却选择继续生活在买家父母身边 好在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爸爸都是孙海洋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孙卓 不是所有的被拐孩子都像孙卓般 名理善良三观超正 不是所有的被拐家长都像孙海洋般的坚持睿智 父子俩的双向奔赴 才承坐了今天的孙卓和孙海洋 往后的日子只剩幸福 相信在孙海洋事件的热度之下 陆续有更多的寻情家庭获得团圆 这有一天会实现天下无拐